每年都会举行的践行活动就要登场 游戏值体育会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联合举办 水返角乐活登山去摸彩活动 将要在这个星期日登场 要让大家爬山践行 健康返都 今天上午 议员廖正良也邀请相关单位会看场地 也热情邀请民众一起登山践行 把大奖带回家 包括是议员廖正良动保处 市警局警犬队等一行人 23号一大早 是来到了戏指区综合运动场会刊 主要是因为由戏指体育会主办的 水返角乐活登山去活动 就要在这个星期日登场 身为体育会理事长 议员廖正良也特地邀请相关单位 先来看看场地 希望当天活动可以顺利进行 那当天我们有请了企图前 到现场来表演 还有跟我们的市民来互动之外 我们请动保处 就是我们处长也到现场来会刊 就是到时会 请我们的动保处来做狗狗的左秀 还有做打玉王针 还有任良的活动 那针对礼拜天 我们廖正良一眼 在汐止所办的进行活动 我们配合有 匡菌衣黄注射 金片植入 都是多多敏慧的 还有我们也还有任养小狗的一个活动 那欢迎大家来任养我们的小狗 这次除了大尖山登山建行 节目安排也很多元 除了结合市警局警犬队会带来反独宣导之外 动保处也有摊位免费为您的爱犬师打疫苗 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推广 任养代替购买 希望有新人当天可以到现场来任养流浪狗 所有的小狗你必须要好好的善待它 你也必须给它一个好的环境和空间 那你任养之后不会一段时间 然后喜新厌旧把它丢掉 所以我们希望你做好心理建设之后 然后再到现场来任养我们的小狗 那当天我们请我们的警官处到现场来赠送这个花苗 来美化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的空气更清晰 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永续经营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免费苗木可以带回家一起做环保 还有当天可以评发票换莫彩券 而今年一样是准备了丰富的莫彩品 最大奖有益金电视 那当天我们可以兼发票 送莫彩券 还有送纪念品可以到现场来莫彩 我们有很大的摩彩品 我们有48顺的益金电视 还有很多的家电用品 请各位相亲人来共襄顺情 活动在这个星期日11月27号登场 早上8点从系纸综合运动场出发自由登山 在秀德宫发放摩彩券 矿泉水纪念品 接着从9点半开始 在运动场就有精彩表演及摩彩 热情邀请您一家大小来参加 把大奖带回家 就像慧玲系纸采访报道